江洪杰不敌马龙,福元爱调侃,比谁家孩子吃奶多,惹刘国梁为官,作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乒乓球选手福元爱,在国内深受粉丝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,除了福元爱对中国的友好以外,更重要的是爱将还特别会说话,这不在2018年国际拼联日本公开赛单轮交点站,马龙最终以4-0,完胜中国台北的江洪杰。 而作为江洪杰的妻子,福元爱不仅到现场为老公助威,更是在赛后发文,让人忍俊不禁,1988年出生的福元爱虽然已经30岁了,不过却依旧是娃娃脸,作为日本最小的奥运会参赛选手,福元爱的职业生涯,可是比江洪杰辉煌的。 众所周知在2017年,福元爱跟中国台湾的江洪杰结婚,并且在同年10月生下了两人的孩子,荣生宝妈行列的福元爱,更是表示嫁到中国来,无比幸福。 6月8日,福元爱面对老公江洪杰的失利,非但没有说什么,反而是用幽默的方式调侃马龙跟江洪杰。 咱下次别比乒乓球了非,下次我们比一比,谁家宝宝喝奶喝的比较多,你说行不,at江洪杰at马龙。 而对于福元爱的调侃,前国拼总教练刘国良也来凑了热闹,网友也纷纷表示,太幽默太可爱太机智了,你们喜欢这样的福元爱吗?